又一对姐弟恋分手了 海陆细说男方坏毛病 换谁都接受不了 相信大家都有在看我家那闺女二宝 尤其是林允的部分 她每一次都会请来不同的年轻明星朋友来到她的家里 大家也对林允在演艺圈中的朋友之多表示佩服了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林允就邀请了海陆来到家了 在一顿忙碌之后 两人也就坐下来聊几天了 作为两个单身女青年 那也就自然地聊到了关于爱情的话题了 海陆说到了自己的一位前任控制欲太强的表现 不过之前在节目上两人也是经常出现矛盾的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于晓彤不成熟比较幼稚 而且有时候还是控制欲比较强的男友 即使是陈晓云的歌单也会很在意有她前任的歌 她在节目中的很多表现 其实也让观众都不怎么看好这对姐弟恋 如果真的分手了 其实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了 毕竟如果有这样的坏毛病 很多女生还是接受不了的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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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